都说人各有命,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同的 当他们出生了那一刻,就意味着不可能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样的 女人都是菜子命,都说男爬入错行,女爬嫁错郎 所以每个女人在挑选自己另一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翼翼 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而毁了自己的一辈子 其实女人最大的要求就是以后能嫁到一个好的家庭当中 这样自己就能够幸福的过一辈子 以下是有钱女人和没钱女人的区别 一,外貌气质不同 有钱的女人你可以看一眼就能够知道她是一个富婆 不管她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是家庭的原因 或者是被别人包养的原因 都能够看得出有钱人的女人 她的气质然而和没钱女人相比 有钱的女人她总是会大笔的消费,对金钱毫无概念 她们会去做一些美容SPA 让自己整个人都焕发荣光 使整个人看上去都很有精神 相反,没有钱的女人 她们总是在拼命的工作奋斗 就是想让自己能够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但不管她们怎么努力都毫无效果 二,业余时间不同 有钱的女人她们根本就不用去上班 总是坐在家里面让很多人去伺候她 每天以上男的身份去呼唤她的下人 可是对于一个没有钱的女人来说 她们每天都要辛苦的去上班 在工作当中表现的都很勤奋 生怕自己的一不小心 就被上级领导给开除了 她们非常珍惜这来自不易的工作 然而当她们休息的时候 她们也不会像有钱人那样 和姐妹出去闲聊 喝喝下午茶 打打麻将等等之类的活动 她们只要一空闲 还会找一份尖子来做 这样可以补贴家里的生活费 没钱的女人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拼命工作 努力赚钱 让自己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有钱的女人却不是她们这样所想的 她们只会想着自己每天该如何的去让自己感到快乐 她们觉得自己有钱可以使全天下人都听她自己的使唤 有钱的女人她们每次在自己惹麻烦之后 根本不用去担心 因为背后永远会有人替她们去擦屁股 可是对于一个没有钱的女人来讲 如果自己惹了麻烦 就算倾家荡产 也弥比不了这个错误 三 朋友圈子不同 有钱的女人 她经常参加一些类似于酒会的场所 她们每天出去都会有专车司机接送 然而她们所交的一些朋友圈 和那些没钱的女人更没法相比 她们的社交圈当中都是一些很有钱的人 然而这就让一个有钱和没钱的女人之间 产生了极大的距离感 有钱的女人她即使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只要张口就会有人来帮助她 而对于一个没有钱的女人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她整个人都慌了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因为在没有钱的女人看来 金钱对自己真的很重要 她不可以浪费每一笔来自不易的钱财 所以她很重视 然而她的朋友圈也只是一些挺穷的人 她不会像有钱人一样 每次在自己工作休息的时候 出去和她们逛街 或者是去一些娱乐的场所 更别说像有钱的女人那样出国一趟了 对有钱的女人来讲 出国就是一件举手自劳的小事 毫无挂齿 她们想去哪里都可以 可对于一个没有钱的女人来讲 这是她一辈子都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